在日本行医这些年 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次日本的患者送我红包 而且是一个91岁的患者 老朋友就要想见了 我觉得日本的现在的这些个操作的技术 或者说医学上的技术 和我们国内有没有差距 我觉得真的很有自信 中国的医生比日本的医生技术要好 我不知道您看过一个电视剧 叫白色巨塔 就在白色巨塔医院里 他们的这种等级很森严 像我们这个级别的这种代表 都不能碰 他们还有什么你觉得就是不如咱们 我觉得他们的创造性还是不如咱们吧 然后日本人是什么 就是善于把这种idea发挥到极致 但是它不会产生new idea 当然中国也有很多模仿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在这模仿多了的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一种新的想法 我们现在全民都在创新 在日本行医这些年 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次日本的患者送我红包 而且是一个91岁的患者 他给我写的一封信 我感觉那个不叫红包 那个真的就是一种感谢 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很深刻 它是有前提的 就是说我刚来日本的时候 我出门诊 拿到医师照 然后日本人大概有两成三成 不应该让我看 我想找日本呆 但是慢慢慢慢的在允许我看的这些病人当中 你的口杯 慢慢就好了 相反 一年之后 我手术过的患者 出院的时候 他才知道 您是中国人 然后说在门诊 就是复诊的时候 我能不能找您看 因为我们有个规定 复诊的时候一定是院长看 就是一定是部长级别的看 就是科主任级别的 我就特别大胆的提出来了 跟主任 他说这是好事 患者的认可 全世界走到哪 都是患者的认可 才能成就最好的代理 没错 我有很多国外回来 找我看病 英国是某一个地区的 SOS的护士长 他是咱北京 老北京人 咱北京某个医院的护士长出去的 他也是回来看病 其实问题很简单 但是他觉得理念比较合 我再问你个问题 您说 这个日本的医生的工作量和收入怎么样 这个问题替中国医生提的 大家都是疯传说 这个日本医生挣得多 日本医生挣得多不多 看到的是日本私立医生挣得很多 他去靠自己的手艺去出去做数 然后挣钱 是这样的 而你真正的 比如在板大 在东大 或者说在这种公立大学医院里面工作 少得很 不如国内挣得多 这是现状 但是您说工作量的话 日本特别有益 领导要你做的一些查文献 或者说做的工作病人 你得看着 然后你得去做认识 然后逐人走了以后 你可以去做你自己沿线的一些东西 对吧 所以说你都得最后留到最后 日本人也是一样 也一样 但是日本人办事比较磨叹 磨叹 所以他留的时间更长 他留的时间长 但是不如咱们效率高 而且还有一个日本的回家顺序特别有意思 一定是三年级的走完了 二年级的走 二年级的走完了 一年级的走 对 可是我们现在国内医学院 基本上年轻的医生们没有这个意识 他们自我意识更强了 在日本现在也多 也趋向于这种趋势 为什么 因为欧美文化的影响 是的 而且所以他们就开始脱离大学医院 就像私立院的人就多了 多了 所以大学医院就开始各种想办法 把人再招回来 再招回来 原来咱们亚洲国家都是类似的 希望你的医学技术越来越进步 然后将来能够回国造福 咱们国内的大众 咱们的同胞 你也多在西瓜视频 今日头条上做科普 让国内的大众了解到 最靠谱的医学科普 我一定尽力把日本 我所见所闻 能够分享给大家的知识 尽量的都翻译成中文 然后总结成自己的想法 然后给大家进行分享 谢谢你 没有没有 谢谢你 张哥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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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